那如果你今天 覺得新版的Google協作平台 雖然方便但是好像美觀性我可以調的不是那麼多對不對 假設你是以 網站的角度去看的話那我就會建議其實你可以試看看 我們在這邊其實有介紹好幾個 這裡 事實上有非常多Mobilize還有Wix 像這就線上的Web.ly這裡是線上的連軟體都不用 好那 你要比較好看的 這邊就是可是他的協作功能就沒有那麼多 來那我們看看我們的介紹這個Mobilize 各位的桌面上呢在這邊 應該都已經有安裝了 在左上角這裡可能你的也許位置不一樣 你把它打開之後呢 把它打開之後 我這個是已經有登錄了 正常來講各位的應該在 我看一下 我先做一個登出 打開之後他應該會要求你做一個輸入 來我先登出一下 正常版各位打開是不是應該應該在這裡對不對 那 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沒有用過的 你就把你email打進去就好了 他會自動傳送 密碼到你打進去的信箱 這樣了解嗎 比如說像我這邊已經 我已經註冊過的 註冊過也是一樣打你的信箱 那他就會告訴你說你的密碼 請問輸入你的密碼 那這個時候麻煩你就去 收信一下 那這個收信的時間可能要看你的信箱 好看你的信箱 原則上應該是還蠻快的 好應該蠻快的 所以你就 打上你的那個密碼就可以進去了 登錄成功會長得像這樣 我等各位一下好了 好吧 那麼在開始做之前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不要找那種專家做的 找我這個學習我也教 在學校教同學用這一套 他們也是學的一次 就可以做的 我們看這邊 在這裡 你看我們在任務裡面 上面這邊 有沒有這兩個demo 一個是台灣學生的 一個是那個 因為我們學校有大陸專班的 就是整班 遺地訓練這樣 就整班同學一起過來 只是換個場地而已 同學都一樣 我們先看台灣同學的吧 這個 他們就是 這個是其中一個 在下面這邊 你往下走一點點 就在下面這裡 我們有不同組別有沒有 這是有一次 就是那個試算表 Google試算表 所以 這裡有很多組別 像在這邊 你看 現在這個文新生的美術館 有沒有 這個 也是一樣 像這樣子 他一樣是RWD的 RWD所以他也可以用 那這個是比較簡單 第一組同學做的比較簡單 我們再看看 第二組同學 這裡有縮小一點 好 這個 這種地方大家就喜歡 亞齊亞 所以你看他的主題規劃 有沒有比較像一般的 對不對 跟剛剛的那個就不一樣了 跟協助平台就不一樣 那這種方法 你說他們有很認真做嗎 有唯一認真的 主要就是找 圖片 放 文字 因為就這麼簡單 你看 有沒有這種 這樣你了解概念了嗎 那 不管其實 這些東西都不難 他也有這種次選單 對不對 也有這種次選單 蠻好那你要這種有一點動態的 他也有 所以這個是Mobilize 他比較特殊的 其他的有興趣 你可以再看一看 因為其實 我覺得 我們因為我是教 視傳系的 所以 同學在這種 視覺的部分 有他們就是 相對比較專業的地方 所以你會覺得 整體看起來 都還算不錯 那種感覺 雖然說他沒學過 什麼叫做網頁製作 可是他會放就 把圖片放得漂亮 就 會覺得說 整體看起來 效果蠻不錯 這樣了解的嗎 這個是 為什麼要跟各位介紹 Mobilize 因為如果你要比較 就是以網頁製作的 方向來看的話 這個 這種RW 可能會更適合各位在做 所謂的 最終的那種 比如說你的報告啦 或者是專題的一個呈現 剛剛 Google協助平台 比較適合什麼 那個過程 那個過程很重要 對不對 可是最後呈現的時候 可能你要比較美觀的 就可以考慮用這一種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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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